这场地震是继921大地震后 25年来最大的规模 外媒就比较关注台湾的灾情 还有晶片供应链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了 台积电在昨天晚间表示 这起地震造成部分厂区的 少数设备受损 并且影响到了部分产线的生产 但是主要的机台都没有受损 目前晶圆厂设备的复原率 已经超过了70% 而且在今天是持续的复工中 台积电在报完平安后 美存脱平震ADR股价迅速由黑翻红 一度是上扬了超过1.9% 最后以上涨了1.27% 142美元作收 尤其我们就统整出了 台积电的三大优势 首先就是他们都有耐震 7级的设计 加上阻拟器以防止遇到地震 遭遇到更大的损失 产线也会自动的停止 避免校正时间 还有股价方面 法人持股也相对比较多 筹码面算是相当稳定的 尤其在接下来4月18号 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了 外资评估报告也提前出炉 粗估这场地震 对台积电第二季的财测影响 大概会落在了6000万美元 毛利影响低于0.5个百分点 好 不过我们看到台积电 好像影响没有到这么的严重 不过会产生外溢效应吗 其他亚洲的晶片供应链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这有分析师预估出了最糟的下场了 我们透过下一张图卡带您来了解了 因为台湾拥有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 还有联华电子世界先进半导体立基电等等 所以才得以在全球的晶片供应链中发挥作用 虽然大多数的工厂不是在镇阳附近 不过包鲜起见 地震当天多家公司都已经疏散了 部分制造工厂的员工 也官场进行检查 以赛亚调研在一份报告中都表示了 台积电在新竹台南和台中的工厂 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中断 可能会导致说延迟发货 并且增加晶圆投入以弥补损失 他们也表态减轻地震的影响 都需要采用谨慎的措施 还有时间来恢复生产 并维持标准品质 这会带来额外的影响还有障碍了 尤其台积电台南的4到5奈米厂 和3奈米等先进制程碟点工厂 都已经暂停 此外这些工厂的关键 籍籍籍外光科设备 在现场暂停了8到15个小时 而巴克兰银行分析师也表示 一些高度复杂的半导体工厂 需要在真空状态下 1天24小时运行数周 停工就会扰乱了这过程 进而推高着产品的定价 所以这也可能会造成所谓的溢出效应 导致日本和韩国等 专注上游产品的经济体 以及中国和越南等 专注于下游产品的经济体 出现了短期停滞 较少库存的客户 可能会让台湾和韩国晶片 制造商提升价格了 随时带你来掌握到地震的最新动态 截至最新统计 余震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66次 除了灾情相当惨重的花莲地区 桃园中立的社区大楼也遭殃了 我们在画面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楼梯间裸露的钢筋 墙面破损脱落 画面是相当的触目惊心 而桃园建筑管理处回应说 今天已经请了结构技师前往勘查 主结构还好是没有明显破坏的状况 所以整体的结构没有立即性的危害 请社区住户先不要使用电梯就好了 而该12层楼大楼的楼梯间墙面破落 只见大块的混凝土掉砖掉了满楼梯 居然还破了一个大洞 可以直接看到外头钢筋裸露 被民众抛到了脸书上 其实因为社区楼梯间有不同的情形破坏 总共有278户 既是照常检定发现没有情形 所以建议社区优先处理 并安置好安全防护措施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持续看到了 这回强阵造成了全台超过200多处的建物毁损 包括基隆市一一路上三栋塌陷的围楼老屋 花年38年的屋林天王星大楼 外界关注劳屋重建 住宅 地震 陶险 投保这些议题 其实我们直接把数据摊开来带给您看了 来临政部截至去年第四季统计 全国平均的屋林是达到了32年 而且有超过5成2的建物是屋林超过30年的老屋 而且在六都当中是以台北市平均屋林37.6年最老 台南市高雄市分别是以33.9年跟32.9年 居于第二名跟第三名 桃园市平均屋林27.4年 居六都最年轻的一个都市 这次灾情最严重的花莲 平均屋林也有来到了36.8年 而根据唯老条例定义 主要是针对屋林超过30年 耐政评估没有达到标准等 具有唯老重建资格 所以说如果我们是以屋林30年作为分界点 全台平均屋林是来到了32年 老屋的问题刻不容缓 其实老屋改建协会理事长胡伟良 在前年就已经市井了 像是在大台北地区靠山的部分 地质状况是比较好的 反之离山越远 离河道越近 地质状况越差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也曾经根据国家地震中心的资料指出 台北如果发生像这回花莲一样 瑞士规模6的大地震 可能会有4000栋的房子倒塌 如果说平均一栋有8户 将会有3万2000户 灾民就会有10万人 所以这个老屋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整的改善 大家可能得更加重视了 这一环境地震 其实全台都相当的有感 不少网友在脸书报废公社中 就晒出了家中的灾情 其中电视荧幕的灾情十分的惨重 我们直接透过画面带你来看到 这电视是直接从柜子上摔落到了地面 荧幕也裂了不知道几条缝 灾情十分的惨烈 别想到有名网友 他就打给修电视的老板 想要问维修荧幕的价格 老板竟然说你是第38位来寻价的客人 老板也表示若过正后家中的电视荧幕 倒下破碎了 建议你直接买新的会比较快 因为维修价格和材料费真的太高了 有网友就笑说 这两天荧幕的销售额会不会报告 电视要大卖了 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头了 这是阳明交大的交大校区图书馆 除了外墙发生了瓷砖掉落 楼内的图书馆藏书 也因为聚晃掉落了满地 包含这些期刊的核定本 统统都掉了 好我们关心完屋内的惨况 我们继续带您把镜头 转回了这回最严重的花莲地区 其中在知名景点 只有驱动的路段 还有24名的游客 因为道路摊坊 陷于进退不得的情况 作员单位先以无人机前往勘察 并拍下了现场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名游客 是站在这个路边的栏杆处 有人向无人机挥手打招呼 有一名身穿反光背心 头戴功臣帽的男子 则挥舞着红旗 希望让无人机拍摄到 更明确的受困位置 其后则有一部应该是 泰鲁阁精英酒店的接驳车 一是遭到了落石撞击 深深的钢板已经变形了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另外原本被列在失联名单的 东华大学6名学生 受血水少方面已经取得联络 确定6人都是位在了 诺韶附近的民宿安全无余 但因为当地的道路中断 无法外出 所以被改为受困 等待救援中 另外在台八线中横 台九线苏花公路的灾情 更让许多游客受困其中 其中有8名的外国游客 受困中横 金岛碰巧遇到了 沙山车辆而顺利获救了 其中一名男子就说了 地震时完全没有任何的网路 可以跟外界进行联系 身上也没有水 只剩一点点的食物 众人仅只能聚在一起 想方设法期盼到一线生机 这名男子他受访时身上满身回 可以看得出当时的环境是比较窘迫的 不过男子不断地向镜头笑喊说很幸运 索性一行人没有受伤 在突如其来的地震意外中 顺利获救 而后世有最新情因此因 我们将会持续的带您来掌握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